哈囉大家好 今天本次的那個 影片主題是要來聊一下就是我們的那個遠征行動 那遠征行動的一些東西我就再提醒一次就是說 就是那個這艘船就是中間這艘船是有東西可以領取的所以就是 記得每天都要來領啦然後他就是12小時就是會達到就是上限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沒有12小時之前就趕快領取啦免得就是他累積到12小時就是 就是會造成一些浪費的情況這樣然後 遠征行動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點就是你記得就是每天都要來按一下快速戰鬥 就是可以讓你多拿一些資源啦然後 至於要按幾次就要試你自己本身鑽石的多寡 如果你鑽石很少的話就可能不需要按到那麼多次啦 像我自己都是大概會按到就是150鑽這邊就不再按了 就等於大概就是 總共會快速戰鬥三次啦這個次數 就是每個玩家就是你們試個人的情況你要多按也是可以因為多按多按你也是可以就是 去我們那個 就是遠征商店多買一些東西也是可以就是看個人需求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這個模式有分普通掉落跟稀有掉落 那稀有掉落就是正常打就是會有啦然後稀有掉落就是要你的那個戰力指數達到一定的量 就是他 就是會隨著你的那個關卡打越多然後他需要的那個量就會越 越高啦 那我記得前面好像可能就是70幾而已啦然後直到後面就是慢慢就會 收到非常後面就比如說我現在已經收到最後一關了嘛就是100 然後 然後 通常遠征行動 我會建議就是直接派你 戰力指數最高的那三隻那但是 你前期可能英雄還不夠嘛 英雄不夠然後就是可能都還沒有練好 那你就是要來看一下就是本周推薦的英雄有什麼 那這個情況只適用於你還沒有四星英雄或五星英雄這樣 就是 我們討論點都是在那個 SSR黃色英雄 紫色英雄跟藍色英雄 四星或五星都無所謂因為他們的戰力指數就 差不多那邊而已沒有到說很高 那 就假設你今天都還沒有任何一隻的五星黃色英雄嘛 那你就是可能就是要實時的來check一下就是喔 本周推薦的英雄是什麼因為如果是有本周推薦的英雄就是他們的戰力指數其實 就是在這一周是會比較高的那會讓你比較好達到就是那個戰力指數 然後你就可以來看一下嘛比如說這禮拜有納蒂亞跟愛德華 他們的那個 左上角就會顯示一個up 那你們就是 就可以選他們然後來 就是更好的達到那個分數 但是假設說今天你已經有算是 黃色英雄的 就是五星的或四星的 就 這個部分就可以忽略不看啦就可以不用去理他了 那 像我這隻帳號那個時候原本就是有已經有很多隻就是 就是五星的紫色英雄嘛但是我就是缺一隻黃色英雄就是 遲遲那個 戰力指數都上不去那那個時候就剛好有一個活動就是 變形金剛的合作活動剛好有送大黃蜂 然後就是把他就是當時 當時大黃蜂其實是從紫色英雄就是練上去的 就是練成黃色英雄的 所以那時候把這隻大黃蜂練好之後 就變成我的那個 戰力指數就達標了嘛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就已經不太缺戰力指數了 那如果是沒有跟上就是變形金剛活動的人怎麼辦 那我像我自己當時那個 就是我的分身那邊 也有開變形金剛活動 但是當時的大黃蜂是變成已經說就是你要 花錢買 但是花錢買是直接買五星的 但是那個時候我的分身就是不想要課金嘛 所以那時候我的另外的解決方式就是練兩隻四星英雄 就是兩隻四星那個時候我練就是 練 普雷西斯跟那個 傾天柱 那我就是把他們兩個都練到四星嘛 因為 其實英雄三星到四星是比較 容易的 但是 就是 四星到五星卻是困難很多 那我們三星到四星嘛 你自己乘就會知道就是說 36乘以5 大概是 180嘛 36乘以5沒有算錯吧 35對 180 然後但是如果是我們的那個四星到五星的話 的話 卻會需要 72乘以5 那就是360 所以 幾乎是翻倍的那個碎片 就等於就是說你練一隻五星英雄就 幾乎是等於你可以練兩隻 四星的英雄 那 兩隻四星英雄在 搭配上就是那個 一些什麼可能 當周 有加倍的英雄啊 或者是五星的紫色英雄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戰力指數應該就已經能常駐達標了 就應該就能常駐達標了 那再來 就是不缺戰力指數之後然後就是再來就是最重要就是刷關卡嘛 那如果你卡關了怎麼辦 那理論上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刷這個時候都有辦法就是以比較低等級的士兵去刷到 更多的那個 關卡 就是我們可以用比較 低等級的士兵去打贏 更強的那個 關卡敵人 那 假設你卡關了嘛 以前期來說這是沒有關係的 這真的是沒有關係的 什麼時候你可以再回來挑戰 就是你的主力士兵升等的時候 因為其實 就是士兵在升等的時候其實會 大幅度的就是提升他們的三圍啦 就是他們能力會大幅度提升 所以就是 只要你的主力 假設你今天往海軍嘛那你主力的海軍 可能 船又升了一等那你就可以來 試著再去打遠征看看 說不定你會再打過幾關 因為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的士兵能力有所提升的話 你來打遠征都可以再 就是可以 可以再多打幾關啦 以我那個分身的那個經驗來講的話 所以 個人還是建議就是你的主力兵種有升級再來刷就好 就是沒打過也沒差啦 真的沒有差 那 最後再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金融中心的 道具要怎麼購買 那基本上以我自己 每天買就是買 菁英抽卡券還有就是我們的那個職業道具啦 然後 我會買菁英抽獎券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菁英抽獎券他是有機率到就是可以去抽到那個黃色碎片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以陸軍為例嘛 他其實也是有5%的機率可以就是抽到那個 橙色碎片 所以 我自己就是 就是會自己就是每天都會買一張啦然後只要達到10張我就是來抽一下 然後也可以順便就是練一些那個就是 就是這些無課英雄來就是這些比較免費英雄也可以來練一下就順便練一下跟抽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抽黃色碎片 所以我每天其實都會就是來買個一張那個 金抽卡券 那 其實 你們可以試你們當下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來決定要買什麼 那比如說你今天可能要升天賦 你可能特別缺石油或者是糧食那就可以來買石油或糧食嘛 那或者是你 的部件 部件你正在 就是想要農到高速開火石 你在充 你在充你的那個部件那你就可以每天都來買那個 強化部件小碼 那如果你是今天是要農你的 高速開火石的話我建議你 就是買的部件都是要買就是舊的這種 舊的這種才會有那個高速開火 然後新的這種是沒有高速開火的 所以你 當你是想要去農高速開火的時候記得要買對 就是要買對這三個 那再給那個想要農高速開火 10的玩家就是 我不只那邊會買啦 我連軍團商店這邊的也都會買就是 當時我在充高速開火石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是會相對就是放棄一些東西買 就是相對 就是你要試你個人情況就是有一些東西你可能不夠你沒辦法買那你 你要是你當下 想要農什麼 想要農高速開火的話你就是買部件箱 然後你缺資源就是買資源那 像我現在這樣什麼都好像沒有很缺 那我就是買那個職業箱跟那個 菁英的那個招募券這樣 那以上就是這次影片全部的內容那如果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也歡迎幫我就是按讚訂閱加分享 因為我朋友不喜歡我說數值三連所以我想說 我改一下片尾的那個 講法啦 那我們就在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